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騙你教數學 這個有一個 長七百二框 五七六高 四六四八的長方體 如果要切成小正方塊的話這樣子快速最少是切成幾塊每塊體積會多大 第二個 如果有 大量的小正方塊 他們的長寬高分別是15乘18乘25 要拼成一個大正方形至少要用多少塊去拼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 要怎麼來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像剛才所說的呢 首先我們要掌握到一個關鍵這裡面有一個共同的 這個值 就是正方 立方 立方塊就是指正方塊的意思 正方體 跟正方形 他的邊長 同時就是他的長 跟寬 如果他是正方體的話就也是他的高 也就是說呢 我們 如果比較難想 你可以稍微畫個圖 那因為這個是立體的 立體的圖可能一般人比較不好畫 我們畫這個 平面的 我們假設 我們把這個高先遮掉 甚至你高性的話 你可以把它遮掉寬跟高 只留長 那你想想看你的長原本是720 對不對 那結果你要被切成好多個 被切好多刀嗎 切成小小塊的嗎 如果我們今天是有長跟寬 長是720寬是576 那576也要被切成好多刀 那這樣子呢 切出來的全部都是正方形 因為我們現在畫的是平面的 切出來的全部都是正方形 換句話說 編長都是N 所以這樣子就有掌握到一個共同的東西 就是這個N 他同時跟720也跟576發生關聯 那他是他們的什麼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這樣就應該不難看出來 其實這個N呢 是720跟576的 請回答 公因數 不要這麼快就回答 最大公因數 沒有人現在就告訴你他是最大的 其實他就只是他們的公因數而已 那我們要先 我們要去找到這個公因數呢 當然我們是從最大公因數去找 為什麼 因為 所有的公因數都是最大公因數的因素 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才去找最大公因數 所以並不是 題目一拿來 趕快就最大公因數 然後這個就答案 不見了這個就答案 我們只知道說我們要找的是公因數而已 只是因為呢 所有的公因數都是最大公因數的因數 所以我們去找 最大公因數 所以這個 720 然後 576 然後 648呢 這個 他們最大公因數會是多少 多少 看起來 有 這個有24 那這個 不要什麼24 480 剩下 96 有 所以有24 把24抓出來 先不 不見得24就是 抓24出來這個剩30 這個剩下 多少 24剩下 多少 2 24剩下 188 7 他有沒有抓 253 189 好抓完了 所以他們的最大公因數是72 72 他這裡來看他問的到底是不是72 我們要回答的到底是什麼 他說如果快速最少 怎麼樣快速會最少 就是把每塊切的盡量大塊 所以呢 如果快速最少的話 就是 的確鞭長在最大公因數的時候 快速會最少 所以這個 n 等於 72 那這個時候 切成多少 快 切成多少 快呢 其實並不是 達72 是達 長會被切成 10份 寬被切成8份 高被切成9份 所以其實是720 撐起來 長 寬 高 全部撐起來 所以第1個答案是720 第2個答案那這個時候每一塊體積多大呢 72的3次方 這個我就不算出來了 好 要寫單位好立方公分 原本就沒有單位 那立方單位 立方單位 好看下一題 同樣的我們再來看看 他要湊成一個 大正方形 其實應該是大正方體 大正方體 題目寫不太好 那如果以平面的角度來看 假如說只有長跟寬 長是15寬是18 湊成大正方體的話 那也就是說這個 這裡是15 這裡是15 這是18 那我有好多個15 對不對 然後有好多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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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15 湊出來結果這個 這個很大的這個是一個正方 正方形 所以他的邊長是N 那這樣應該就不難看出來了 這個N其實是15 跟18的 公倍數 同樣的我們到目前為止只能夠推論他是公倍數 並不能夠直接就說他就是最 小公倍數 但是我們還是要求最小公倍數 因為 所有的公倍數都是最小公倍數的倍數 所以 求15 求15 25 的最小公倍數是多少 是多少 這是5平方 這個一個3一個5 這個是 332 所以他其實是2 乘以3乘3乘以5 平方 最多啦 9乘50 450 所以這一個正方體呢 其實是 邊長是450 邊長是450 他問喔 最少要用 我們還不知道是不是450 要先看題目 他問最少要用多少塊 那既然要用的快數最少 也就代表這個正方體要盡量小 所以就是這個邊長要盡量小 所以的確是 450 這個 最小公倍數 那這個時候呢你的長呢 長是15 卻要組到邊長有450的話 那你會需要 幾個 兩個是30 30乘以15 所以是 30個 那寬呢 18呢 18 5個是90 再5個25個 那所以高就是18個 所以到底要幾塊 長這邊會由30段組成 寬會由25段組成 高會由18段組成 所以 就像切豆腐的時候這樣子 長寬高整個併起來 會有要乘起來 哇 不小 10 這個9再接過來 這裡就450 450再乘30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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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來看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上次介紹到這個 解公因素公倍數的應用問題 重點其實不在於這些題目啦 當然大部分的題型我們都會介紹完 但是重點其實不是在介紹這個題型 是要介紹這個思考的流程 你要從題目裡面先去找一個 會跟你看到這些數字發生關聯的東西 那個東西呢可能會同時是他們的 因素或同時是他們的倍數 去尋著這個模式去思考 那你就會知道這一題其實是要怎麼算 那 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找出來 就算你找到了這個數字 它也不見得就是答案 所以你去求 你假如為了要求公因素而求最大公因素 求出來還要去想想看那答案要的是什麼 好那我們上一次有提到過 最忌諱的就是題目一抓來 馬上就短出發 馬上就想要找一個這個公因素或公倍數 那其實他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要求這個 那就會很容易一直錯 除非把全部的題型都記下來 那在這裡順便提一下 有關於練習這件事情 像我剛有講到 我們還是會把大部分的題型都介紹完 可是在你很清楚 自己為什麼這樣想的情況下 你去做這些練習呢 這個 佔用你的記憶的程度 就會小很多 你也會清楚很多 那學起來也會學得比較好 如果今天你是 其實你沒有很清楚他在做什麼 那寫很多題目對你來說 看起來這些題目都一樣 然後就 就會變得 這些題目就變得很無聊 又莫名其妙的會一直錯 那寫起來就會很不舒服 所以而且這樣學習效果明顯就會差很多 所以並不是說做題目一定好或不好 在一到一千之中 想想看 有幾個二的倍數 有幾個三的倍數 有幾個是二的倍數也是三的倍數的 有幾個是 是二的倍數或是 三的倍數的 那 這幾個題目呢 先來 想想看 好那這學生 把這個題目抄下來練習的時候 那照慣例我們來先聊一下 那這個我們前面介紹過了 各種職業 那也許有一些學生會想要當這個 發明家 今天我們來先 介紹 聊一下 這個 最近常常在電視上看 聽到的這個 專利權 到底 專利是為什麼而存在 有一些人 會覺得 專利是在保護那些大企業 其實專利權的擁有者不見得是大企業 專利權的 目前為止 他的這個 思想 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這個 從歐洲美國 他們這些比較早有在進行科學研究的國家開始 他們把專利看起來像著作語一樣 認為 這個專利是有一點天壽人權的概念 就是你創作了 這個權利就是你的 你發明了 這個權利就是你的 那所以 把專利權的法定化 把專利權入法 只是把這一種 這個 天賦的權利 你創作了本來就該屬於你的 這種權利 明文規範而已 好這是一種思想 也就是說他的專利呢 是因為 發明人本身就有的權利 別人本來就不應該模仿他 這是一種思想 好那另外一種想法呢 是把專利權 視為一種特許 這個 我們剛講 這種想法 他把 專利當成是一個天賦的權利 就是 所有發明的人 他都對自己的發明物 擁有權利 那另外一種想法 把專利當成是特許 什麼意思呢 我們 在生活中 本來就一直在模仿各種東西 好比如說你在路邊聽到一個笑話 你就把他拿去跟別人講啦 你也沒有在管 他的權利嘛 對不對 那個 也許你聽到 講 你聽到 這個笑話當初講的人 是他的發明者 你也沒有在管啊 你就把他拿去跟別人講 那在什麼情況下 政府呢 會特許 這個發明人 一種 別人不准模仿他的權利 我們都任意的在模仿各種東西 但是在某一種特別的情況下 政府會去特許這個人 發明者 讓別人不准去模仿他 那別 所以這樣子的有專利權的人 跟其他的發明者 就像我剛剛講這個 發明一個笑話被模仿走的發明者 他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他的 他的權利被政府特許了 那什麼情況下 他會被特許呢 就是他公開 他在申請的時候呢 他去 申請這個專利的時候 他就會同時把他公開出來 把他公開出來的話 別人就能模仿 如果他發明了這個東西 從來都不公開 別人就無從模仿器 那這樣子就不稱為專利了 比如說今天 假如說我們的這個 熊老師 是 他其實原本不是長將 剛才到我們家的時候 他是被 那個 有熊老師的媽媽 做了許多的改造 應該看得出來 做了許多的改造 然後變成現在這樣子的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他這樣 如果你們覺得 這樣子 這隻熊實在是有夠可愛 於是你也打算把你家的無尾熊 做成 這樣子的改造 比如說把他的 鼻子換掉之類的 雖然就是意外 但是 如果你決定這樣做的話呢 好 那對我來講就是一種損失啦 因為 我 讓你發現原來這樣子的 無尾熊 比較可愛 所以當初我 發明了這隻 無尾熊之後 我可以乾脆不要給別人知道 好 我不要讓別人知道 當然如果你是像這樣子的 藝術創作 你不可能 在不給別人的知道 不給別人知道的情況下 獲利嘛 可是如果其實是一些 商業產品 你裡面的秘方 裡面的這個製作方式 裡面的材料 你是可以不讓別人知道的 那你如果不讓別人知道 別人就無從模仿起 這個時候你就會獨霸這個市場 這就是那個 我們常常去吃牛肉麵 他們都有這個獨家的湯頭的配方 他就會獨霸這個市場 但是呢 這個世界就減少了很多 很好吃的牛肉湯 牛肉麵的湯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好吃的牛肉麵湯是怎麼做的 那當然你有可能去想辦法這個 我們叫做逆向工程 去破解 反過來 你去吃他的牛肉麵 你去破解他到底加了什麼 當然這個是可以 可以做的 可是這個也是花時間 有一些專利 比如說藥品 藥品的專利 你一般人大概很難去逆向破解他 所以 我們會希望發明人 趕快公佈 他到底怎麼做的 好讓別人可以去模仿 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政府就 會給他一種特許 就是如果你把他公佈出來 那 我保證 如果有人模仿你 他就要付你錢 這個是 一種那個 政府 他用公權力 為什麼 那個 有很多人他就會覺得說為什麼政府要幫大企業維護他們的這個 專利權 然後去告那些盜版的 為什麼一般人不可以 盜版這些軟體 因為如果今天發明人都不把他的發明拿出來公開 他就默默的比如說如果今天我是微軟 我也不給你軟體 就是說你假如需要用這個文書處理連線到我的系統裡面 那在我運作都在我的系統裡面 默默的運作 會不告訴你怎麼做的 你把你要打的字打完 我就 在派郵差寄給你一張打好的紙之類的 你就都不會知道這個軟體是怎麼運作的 那當然他會損失他的商業價值 沒有錯 可是這個對全世界的損失可能更大 就是我們的這個科學的進展 發明的進展會更緩慢 所以 政府為了 不只是 一個國家 應該說各國政府 為了希望讓發明的進展更快 他們會希望發明人公開 所以這個兩種專利權的思想 這個是比較現代的 後來 後來的這個專利權的想法比較集中在這一點上面 就不像以前 以前會覺得 發明人本來就有權利 別人就不該模仿 現代的會覺得說 政府允許專利權 其實是為了 這個社會的公益 公共的利益 所以他允許 有這個特許權利 為了要吸引 發明人 把發明 公開出來 當然也是為了要鼓勵發明 那 也為了要吸引發明人 把發明公開出來 所以呢 專利權才會有年限 就是說 如果說是天賦的 那其實這個權利應該永遠都是你的 可是其實不是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政府特許的權利 目前大部分的角度都是這樣想 所以他是有年限的 所以這個是專利權的部分 剛剛有講到說如果今天你有一個發明 那你也可以不要拿去申請專利 那不要拿去申請專利的話呢 如果有人模仿你 你就變成沒有那個權利 但是他就會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不申請專利 別人就根本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你可以獨霸市場獨霸很久 這個叫做商業機密 商業機密 所以商業機密 也是 一個發明保存的模式 我今天有一項發明 我也可以不要公開出來 可是他就會有好處跟壞處 那專利權是 去申請專利是另外一種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專利的運作是怎麼樣 那至於說 政府到底要把 專利權的權限 設的多長 然後到底要多麼積極的 幫助專利權的人 去打擊盜版 這個我沒有硬見 見仁見智 因為畢竟他是牽涉到 社會公共利益的 那就看 大家覺得怎麼樣做對事 會比較有公共利益 好回來我們的這個 題目裡面 如果最 小公倍數就是 A乘B 其實他就是要告訴你 A跟 B負值 負值才會這樣子 這個我們前面講過 所以其他的最大公益數就是 1 所以 1-7 就是-6 再來看下一題 36跟 A的最大公益數是 9 如果這個你還記得的話 代表 第1 我們說這個可以看出兩件事 1 A4 9的倍數 第2 36除完9是4 A除完9的這個渣渣跟4要負值 那因為9本身也不是2的 倍數所以第2點就是 A跟2負值 A不是 2的倍數 超過50的 45開始 然後下一個是63 下一個是81 對嗎 很少 那這個是這題 來看一下我們剛才介紹的這個問題 這個 題組 1到1000之中 有幾個是2的倍數 那這樣子的問題呢 因為太簡單了 所以很容易答對 就是每兩個有一個是500 那下一題 有幾個是3的倍數 每三個有一個 所以是這個1000除以3 是333 1 這個1不要 所以答案是333 但是我要提一下 就是我剛講到有一個方式算是有一個方式去想 是比較穩健的 就是你要去想這個為什麼可以除3 我剛講每三個有一個是怎麼想的 從1開始 123 然後456 每三個一組 那一組最後面那個就是 對不對 123的3 456的6 所以數到最後於這個1呢 他就沒有湊到一整組 就丟掉 那我為什麼要特別這樣講 除3與1 對這個余數你就可以不要 那 余式是 是22除以3是7 那所以是7個再加剛才18被我們 先提掉了 所以總共會有8個 這是一個想法 就是你要去湊到一整組 那一組的尾巴 剛好是 3的倍數 這樣子 那這樣子去想的才不會漏掉 那還有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 之後再講 對 只是在提說我們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去除 然後除完為什麼余數可以不要 因為我要一整組 那一整組最後的那一個 就是 或就不是 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應該通常都抓就是 那一組最後那個就是 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有余數代表沒有湊完一整組 那就沒有出現倍數 然後看這個 有幾個數 是2的倍數又是3的倍數的 你有兩種想法 是2的倍數又是3的倍數 他就是6的倍數 所以你可以拿1000除6 是166 余 4 余4不要 那 另外一個想法呢 其實因為2跟3互值 所以在2裡面也是每3個 一個 3的倍數 2 4 6 然後8 10 12 然後這個 14 12然後 14 16 18 對不對 所以也是每3個一個3的倍數 所以你也可以拿500除3 我們剛上來1000除6 你也可以拿500除3 500除3 還是166 余2 你也可以怎麼想 其實 3的倍數裡面也是每兩個一個 偶數 所以你也可以拿333除2 那 除出來還是166 與1 所以最後這邊拿就是166 看一下一個 有幾個是2的倍數或是3的倍數 這部分交了一個跟這個單元有點沒關係的事情 就是 2的倍數呢 你用剛才這個方式去算 2的倍數算完了500個 3的倍數算完有333個 那你如果 要回答這一題的時候 你把它們加在一起 就太大了 為什麼呢 因為 2的倍數裡面有 2的倍數又3的倍數的 3的倍數裡面也有 2的倍數又3的倍數的 所以這個東西 你重複算了一次 對不對 所以這一題 它的算法是500 減333 500加333 這兩個加起來之後 因為這個重複算一次 減166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是 他減1667 是167 所以是 667 這樣可以嗎 就有點像那個 國小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那種題目 這裡有一個扇形 然後這裡有一個扇形 這裡有一個扇形 有沒有 然後要求這個這一塊 或求整個正方形 他就是兩個扇形 減掉疊在一起的部分 這樣子的想法 那如果是要問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如果是要問是2的倍數 但不是3的倍數的 就是把500扣掉這一個 對不對 2的倍數裡面是3的倍數的部分 166個 所以500扣166 這個是 334 下一題 是12的倍數 但不是15的倍數的 那 跟剛才的想法一樣 你先去算12的倍數 然後去算15的倍數 然後去算什麼 是12又是15的倍數 那這個 12的倍數在1000之中呢 1000除12是多少 是也沒出過 好 250除3 是 83 83 83 余 余數不管他了 對不對 好 所以這邊是 83個 那1000除15的話 是200除3 所以是 66個 好 那接著 我們要去扣掉這個 12又 12的倍數又是15的倍數 不能夠直接拿他除15 因為12的倍數並不是每15個就一個15的倍數 其實是每 5個就一個 因為他們兩個是有公因數的 所以12的倍數 又是15的倍數 他其實是12和15的 公倍數 所以他其實是12跟15最小公倍數的倍數 這個 應該是 30 60 那所以他是60的倍數 所以是16個 對嗎 因為1000除6是166 1000除60就是16 所以呢 是他但不是他的倍數 所以其實在這一題呢 用不到這個66 他要的是 42但不是15的 所以我們拿83-13 減這個16 所以減出來是 67個 可以嗎 最後這個問題 在 1到1000之中跟63最大公因數是7的數字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代表他是7的倍數 但是他的這個減減跟63除7是9沒有公因數 所以他 不是 不只是不是9的倍數他也不是3的倍數 所以1到1000之中 是7的倍數不是3的倍數 那因為7跟3互指 所以7的倍數裡面也是 每三個一個 3的倍數 所以他就是 1000除以7 這個我真的沒出過了 717 34 28 22 142除3 所以是 47 47 所以 答案應該是142減掉 我們這個47是 7的倍數又是3的倍數的 我要7的倍數但不是3的倍數的 所以142減掉47 所以是 95個 這是這幾題啦